人类的膏丸长到了它的脖子上 此外,这祸的头顶还长满了戒疮 就像感染了僵尸病毒,看起来邋遢无比 在非洲,就算黑子哥再饿,也不会吃这玩意 这就是世界上最丑的鸟,非洲突冠 它们主要分布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 非洲突冠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 身高可达1.5米,体重超过20斤 而一盏则达到了惊人的3.2米 这祸之所以长得丑,是因为它们的头部、面部 看起来就像溃烂一样,几根稀疏的毛发 还以为是雷电的杰作 另外,非洲突冠脖子上长着一只硕大的 像人类高丸一样的猴囊,长度可达50厘米以上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这让女性朋友们看了 就想冲上去把它给一手捏爆 对于大多数鸟类来说,猴囊主要用于储存食物 但是非洲突冠却不一样 它们的猴囊就是个装饰品 猴囊越长越大的熊鸟对雌性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在非洲,当地人也叫这祸为垃圾鸟 它们不光喜欢吃腐肉,还爱翻垃圾 而且什么都吃,就算是粪便也在它们的食谱上 简直是垃圾处理器 在屠宰场附近,垃圾场附近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因此,它们也进化出了超强的胃酸 其pH值在1.5左右,这已经非常接近于硫酸 就算是金属,到了它肚子里都只有被消化了份 而细菌显然是无法在酸性如此强的环境中存活 这也让非洲突冠,寿命高达50岁 果然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非洲突冠的会长达恐怖的50厘米 与大嘴蹄虎和镜头灌不一样的是 它的嘴巴非常尖锐,就如一把锋利的匕首 在着击时能给对方造成严重的伤害 所以它能轻松破开火烈鸟的背部,吃到其内脏 这祸的脾气非常暴躁,会攻击任何激怒它们的东西 就算是鱼鹰这类猛禽,在它们面前也只有投降的下场 当人类打扰它们翻垃圾桶时 它们甚至会猛烈攻击人类 它们极其贪婪,一只突冠一天就能杀死几百只火烈鸟雏鸟 虽然突冠很丑,但是智商却不低 只要有草原大火,它们就会飞向火灾现场 因为在这里,它们能捕捉各种昆虫 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 因为非洲突冠的失负行为 这不仅清洁了草原,还减少了细胞